今天呢,我们用这台iPad1改装一个显示器 这也是老乔的第一个菜板子 开机按键,耳机接口,麦克风,以及两颗狗牙印 充电接口,底部扬声器 我们吸开屏幕,先将触摸排线给它粘下来 这里呢,是连接在主板上的液晶排线 排线的另一端是连接在屏幕上的 这里是Home按键,前置向头 内置卡槽,主板上呢,有前置,液晶,以及触摸部分 这里呢,是尾叉的细长条小板 一会儿我们拆开能看见 还有两块并联的3.75V电池 我们继续拆,这个呢,是主板的副板 主板上搭载着一颗A4CPU,尾叉,扬声器部分 村村通大喇叭广播系统,声音呢,从这里流出 天线部分 外置卡仓,内置卡槽 耳机接口 音量大小,以及镜业按键 这种呢,是纯纯的排线 这里也是天线部分,我们将它掰开 长这个样子 把电池拆下 这里呢,也是天线 在苹果logo的反面 我们将它摘下来 上面呢,有一行小字 HF-E1 我们将这些残留物一并摘除 我们找来了液晶驱动小板 这里是电源接口 HDMI输入 通过导线连接着一组按键 用来操控菜单 这根呢,是连接在屏幕上的排线 显示声压部分 准备好配件 我们把液晶按上去 我们找来了一个12V 4A的电源 这个后壳子也清理干净了 我们把这些配件都装好 将其固定 接通电源 按下开机键 屏幕有显示 就是证明这个液晶不是坏的 至少呢,我们没白忙活 我们找来了显微镜上的视频线 进行连接 视频呢,整体来说 还是比较丝滑 比较清晰的 我们又将它连接在电脑的机箱上 也可以当显示器来使用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